我们在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免死金牌 拿到这块金牌 不管你犯了什么罪都可以免死 那么电视剧中的免死金牌 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 真的可以免死吗 免死金牌正规的叫法 应该是单书铁券 所谓的单书铁券 是指古代帝王 颁受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 颁受单书铁券的制度 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根据史料记载 早在西汉时期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之后 为了巩固其统治 笼络功臣 颁给功臣单书铁券作为褒奖 这个铁券就相当于荣誉证书 记载着每个人的功绩和奖励 内容大概就是某某大臣在某年某月 为国家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因此封他当一个什么官 因为铁券上的字都是用朱砂写的是红色 所以这个时候的铁券被称为单书铁券 但是在当时单书铁券还没有免罪和免死的承诺 仅仅是一种封侯的凭证 到了南北朝时期 当时的宇文泰在打仗的时候 被自己部下李牧救了一命 后来他试图高歌猛进控制了皇帝 为了报答李牧当初的救命之恩 宇文泰就给他各种赏赐 当然也包括单书铁券 而且还附加说明 凭此券可免去十次死罪 单书铁券就这样开始与免死搭上了关系 变成了一块保命符 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经成为常态 凡是开国元勋中兴功臣 以及少数民族首领都赐给铁券 也给宠臣宦官颁发铁券 而且那时候免死已经是铁券的标配了 那时铁券上的字也不用朱砂写了 开始相金 所以又叫做金书铁券 这可能就是戏曲小说中免死金牌的由来 唐代是记载金书铁券十分普遍的朝代 这时的铁券规格尺寸 用料重量 行文致辞和颁发的礼仪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通鉴记事》本末记载 唐玄宗颁给安禄山的铁券已经许诺给了极大的特权 其中就包括 其本人及子孙犯罪可以既往不咎 而到了明代 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 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单书铁券的颁售对象 仅限于利有军功被封为公 侯 薄的熏陈 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 各等铁券大小不一 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 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 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室两件 一件受予获赐者而另一件藏于内府 在需要查验时 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历变真伪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风功臣 李善长 徐达等三十四人获得了金书铁券 而明成祖朱棣即位时 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静难功臣二十六人 也被授予了铁券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朱元璋当时把免死金牌给了那些开国功臣 但是这些手拿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 最后大多数都被朱元璋给杀掉了 所以能不能免死还得看皇帝 皇帝如果想要你死 即便你是有免死金牌 也是难逃一劫呀